这里是马来西亚彭亨州 关丹也南淡米尔小学 全校只有50名学生 集装箱是孩子的教室 棕榈圆丘环药校园 客室缺乏硬体设备 都从因素导致学校一度面临关闭 就算剩下一个学生 拉维校长也绝不放弃 一开始他自掏腰包帮学生缴车费 后来得知此机可以提供交通补助 双方配合后才改善情况 当我们此机很乐意来补助他这个交通 他就很努力再去寻找更多的 接引更多的学生 拉维校长在校超过30年 见证孩子与学校改变 4月退休的他在荣修典礼上 接受师生祝福 不舍多年建立的情谊 偏向学校即使再小 学生再少也不能放弃 还要靠各界发挥良能 才能够让这群孩子不用离乡背景 也能够完成他们的学业 带新闻黄哲峰罗国聪 陈明辉 马来西亚报道 再见 我在一 escola 再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